加拿大慈济志工跟街友的关怀团体合作 连续六年在每年的夏天跟冬天 为街友们送来生活物资 这份心意让街友们相当感动 用妈妈心包出一个又一个三明治 头发花白的奶奶也动作俐落 大早就开始做出400份餐点 都是为了给街友活力满满的一餐 这一回夏令发放场地来到室外 还有现场演奏 加拿大多伦多慈济人和街友服务机构合作 连续六年都在夏天和冬天 为街友送来生活补给 尽管有了好多次经验 志工一样在事前细心了解需求 当然是食物 这是我们工作人员的很重要 人员在街上生活在危险 或者在街上 还有人员的医生服务 非常非常重要 他们很贵的 我们工作人员都没有充满的东西 当你把钱放进去 你会知道这个钱会到别人 需要帮助你 所以这是最重要的 謝謝你來,祝你祝福 當然我們希望讓他們有機會了解到 善前的所謂的祭品交付的這種用意 讓他們也有機會或是有這種心意 也可以有貢獻他們一點心力 來幫助其他的這種需要幫助的人 儘管生活不容易 他們還是願意付出 投下的每個硬幣都是回饋 更是對自己的一個鼓勵 大家的新聞這是美之公牛甜苗李嘉祥 將來的報導